第二回合 換成另外一個不同的感受了 有二十萬增加在裡面 所以這邊呢 大部分都是一萬 大部分都是一萬以上 好的 我們要開始出發了各位 請出我們的第一題 還是玩半家家酒的起步 通常是從問娃娃餓了嗎 還是假裝聽電話開始 請搶答 方 又 欣 餓了嗎 娃娃餓了嗎 不然你家家酒好像都是演媽媽 比較多 好像都是 演爸爸媽媽 對 我在想說小孩子 是從想要吃東西開始 所以這個餓了沒 這個感覺好像是他 最先有的互動記憶 先玩吃的遊戲 再來玩接電話處理事情的遊戲 對 請介紹 我的腦子裡面就覺得 聽講電話比較好 對 我也覺得他是講電話 他們很少玩半家家酒 半家家酒演兄弟姐妹 對 都是演父母 對 跟孩子 對 什麼 你又不回來吃飯啊 這種 其實讓孩子玩半家家酒 是一個非常好的活動 而且不得不說 他們剛開始都會先 從模仿大人開始 所以其實你最想看到 就是爸爸媽媽在講電話 所以大概在一歲多的時候 就會先模仿爸爸媽媽講電話 但要兩歲之後呢 開始會有一些主題性啊 劇情出來啊 就會問娃娃餓了嗎 或是開始買 玩那種什麼 買賣東西的遊戲喔 那為什麼半家家 有這件事情很好呢 他可以訓練孩子的語言能力 觀察能力 專注度 創意性 因為他有一個故事啊 一個情節 所以呢 越常玩半家家 越覺得小孩呢 其實他的智力 會發展得更好 這很可惜喔 太可愛了 來 再出下一題 小故事放鬆的時候 會自然上翹 這個在首相上面 可能是貴氣象 還是焦氣象 請講答 哎唷 方又欣 你好貴氣象 有本事妳在猜錯啊 來啊 妳在猜錯沒關係啊 來啊 貴氣象 為什麼不猜焦 不是焦滴滴嗎 因為我在想到 以前那個公鬥劇 他們在喝茶的時候 這邊不是都有一個 很長的指甲 對 他都不是會這樣翹 好 貴氣 請揭曉 好害怕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首相喔 如果呢 他是會自然的這個小指呢 微微的上翹 而且在他的無名指 跟這個小妞妞的下方啊 會有一些呢 這個數條的直線 這叫財運線喔 其實呢 都是貴氣象 那如果娶到這樣的女生呢 他不僅自己事業好 而且也會忘符 那貴氣象的部分男女 當然都是一個很好的樣子喔 那焦氣象呢 講得比較是在 在我們的臉部的面相 你知道這個天庭飽滿 而且太陽穴啊 眉尾啊 眼尾啊 都是飽滿沒有凹陷 夫妻工也都很好 那通常我們會說 這個是焦氣象 來 您看一下選哪一個 貴氣的耀心 七樓之四 七樓之四 看一下 普通 看到喔 這叫普通喔 這叫普通 普通 這一回合 這叫普通 來 出下一題 今天就發現六歲的男孩 相較於女孩 較為勇於冒險的主因 與女孩心智較成熟 還是男孩受到了 刻板印象的束縛 請搶答 方又欣是怎麼回事那個 對啊 厲害耶 妳那個是專線嗎 我真的不知道耶 妳說話 因為女孩心智比較成熟 妳不覺得男孩因為要勇敢 所以要勇敢 所以要勇敢 要勇敢 就要做勇敢的事情 我印象中好像有看過一個文章 是同年齡的男生跟女生 女生的 六歲呢 就是她的大腦發展 好像比男生還要快 速 所以 所以不敢冒險 會站前顧後 是吧 對 來 雞雞腳 其實很有趣的是 現在的爸爸媽媽 雖然我們已經盡力要 提倡男女平等喔 可是還是很容易 會對性別 有一些刻板印象存在 像是他們就做了一個研究發現 告訴孩子說 這邊有兩款遊戲 一款強調是很聰明的孩子 才能夠破關 另外一個是說 很努力的孩子 比較有機會破關 那女生常常會覺得 有一種先天上去的 我的天分好像沒有這麼好 我不敢去嘗試 就不會去選那一個 要挑戰那個 要很聰明才能夠破關的遊戲 但男生呢 可能在從小的教育上 就比較會被訓練的是 你要什麼都能夠做到喔 你要積極的去挑戰 任何的事情喔 所以就會比較 願意傾向去試試看 來 再出下一題 加油 首先奧斯卡獎的營地 因為投票機制不明確 差點要頒給一隻 德國牧羊犬 還是法國鬥牛犬 請參加 唉唷 購家瑞你知道 我記得是 印象中是 德國牧羊犬耶 請給腳 唉唷 唉唷 記得好耶 在一九二九年首屆的 奧斯卡營地喔 其實呢也是一位 德國演員 是艾米爾強尼斯 但是呢 其實本來他超點拿不到營地 而且營地是要被 一隻德國的牧羊犬 叫丁丁給拿到的 因為這個丁丁喔 他其實呢 演了超級多部 二十七部的電影 而且家喻戶曉的 一隻狗明星 是被美國大兵救回來 後來呢 他就真的是 因為非常的討喜 演技又好 所以呢 他的這個 在投票的環節 他的票數 是比人類的明星還要高的 但是我覺得 我們報了一個奧斯卡獎 最後影帝是一隻狗 這樣像話嗎 所以後來呢 就把這個獎 還是給了人 臨時設了一個條款說 我們這個獎 只能頒給人 所以呢 這隻狗狗就落選了 謝謝 他應該要做一個 小金狗給他 對啊 太聰明了狗了 對 小金狗 金 可以 然後金狗 然後把那個金狗 還是要背在背上 金狗 我多懂你 魚脫平了 終於 對 來 讓他們知道你的厲害 對喔 七樓之二 很像 夠 有種比沒有好 對啊 我真的這樣想嗎 真的 來 請出下一題 跟著研究 夫妻相處哲理 包含了要互相信賞 還是不委屈求權 請搶答 方用心 再次 來 來 不委屈求權 妳不覺得互相欣賞很重要 互相欣賞 我在想夫妻在結婚之前 應該就已經有這個基本的元素了 但是因為真的結婚 妳覺得基本對不對 對 就是莫忘初心要強調的點 就是那個基本不見 我以前欣賞妳的地方 我不欣賞 那就會失去魅力 但我在想說 夫妻結婚之後 會更多更多的委屈求權 因為結婚 來 請揭曉 好 要跟大家說 在一個婚姻當中 你能夠維繫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呢 這個夫妻之間 你們兩個人呢 一定要互相彼此的喜愛 欣賞 擁有固定的情感 信任 同時呢 你一定要堅定的了解 我不是在是我 而是我們是我們 讓我們能夠呢 一起來共渡難關 並且可以很生動的去描述 你們曾經共渡的每一個時光 才能夠感受到 這對夫妻他們其實感情 是非常的緊密的 請出 讓人期待的下一題 跟著網路調查 在日本的外國人最不愛的 超商熱親時 排名第一個的是 中華入包 還是廣東煮 請下答 外國人最不愛的 超商熱親時 來 會不會妳 外國人最不愛的 關東煮吧 三 二 一 我講關東煮 妳說大聲一點 關東煮 為什麼不是中華肉包 為什麼不是中華肉包 在日本的外國人 為什麼不喜歡中華肉包 他做錯了什麼 他沒有做錯什麼啦 但就是 等一下我看一下大團賓 不愛是不是 不愛 為什麼不愛 妳到現在才開始看題目 對 先搶再說 關東煮 請下腳 他真會猜 根本沒看題目猜的 瞎猜猜對 怎麼辦厲害 運氣真好 好 但我覺得就是 超商非常的方便 因為二十四小時提供 各種的服務 但是在裡頭 超商提供的親時裡面 外國人到日本的超商 最不喜歡的第一名是關東煮 主要的原因是 他們完全搞不懂 從頭到尾這湯頭不都一樣嗎 各種不同的料放進去 煮出來都一樣的味道 結果還要每一種料 都算一個價格 讓他們覺得很不划算 難道不能一次 就直接賣一大碗嗎 運氣非常好的羅美玲 請選擇 八樓之六 漂亮 頂樓加蓋 對 開箱 開箱 哇 好大 我想妳應該莫名其妙 剛剛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妳應該莫名其妙 妳變成第一名 同工不同酬 社會上寫實的現象就是這樣 一提兩提便利 來 我們幾個 你好 我是誰來加油 來 加油 我需要我需要 加油 真的耶 最高分的兩個 是在大化高君的人 對 還有三十七秒 不要放棄 來 請住下禮 對 如果孩子吃東西不專心 可以讓孩子餓了 再自己吃 還是定時收拾食物 請請搶答 隨便 定時收食物 想吃飯配電視啊 配3C啊 對 配iPay啊 吃飯 可是小孩子妳要讓他知道 該吃飯的時候妳吃飯 然後幾次以後 妳不吃就是沒有東西吃 不是妳想怎麼樣 我就餵妳 妳想怎麼樣我就餵妳 要讓它規矩 酷家瑞也有孩子啦 是 對吧 對 孩子多大啦 四歲 要追著吃飯嗎 獎勵制 我是用 譬如說他做好什麼事情 我就給他貼紙 我給他買了一個貼紙本 你做好哪些事情 爸爸就給你一個貼紙 如果你收集滿多少 可以讓你吃想吃的 沒有 就換可能獎品 換一個更大盤的蔬菜 換獎品之類的 這個我覺得滿 目前為止還滿有效的 你擠滿 這小貼紙很可愛喔 小熊貼紙 擠滿十個 我就換一個大熊貼紙 都在玩貼紙 永遠只有貼紙 門條的喔 這省很多錢 定時收拾食物 請介紹 漂亮 說得好 等一下喔 我們會覺得說 這樣小孩呢 一定要培養一個 良好的飲食習慣 最好就是一天三餐 頂多讓他在下午的時候 加一個下午茶的時間 但是呢 除了三餐之外的 其他的時間 都不要讓他再吃太多的東西 否則一定會影響他 正餐不吃 都吃一些零食 吃正餐的時候呢 你也是喔 固定一個時間 就是只能在二十或三十分鐘 要吃完 如果呢 他那個時候沒有吃沒關係 你也都是面帶笑容 只要這個時間到 你就把東西收走 讓他知道說 以後再吃飯時間 如果我不歸歸吃飯 我就吃不到了喔 我就會餓肚子 要餓到下一餐囉 那他餓到下一餐的時候 他當然就會坐下來 好好吃啦 來 請選擇 六樓之六 這個是我幸運的號碼 就是迷信 迷信就是迷信嘛 那你就看有沒有 但是激勵大會 辦了一下 馬上就搶到了 多好 開箱 又怎麼了 邻居幫幫忙 鄰居要怎麼辦啊 怎麼會不是 住戶通知 怎麼了 你要收金還是收贏 收金喔 收金是不是 對 社區女兒傻瓜 什麼叫社區女兒 什麼意思 女兒傻瓜 女傻瓜就是那種 為了生女兒以後 女兒奴啊 對 原本 女兒奴啊 對 就傻了... 李韻慶 寇佳瑞 自掏腰包 包下了社區大廳 幫女兒辦生日會 徐各負擔 五千元 場地附屆內 真的嗎 他不是靠買錢嗎 就繼續買一人吃下去啊 對 不是 我們生小孩 已經要花一筆錢了 不是應該大家幫幫忙嗎 我就沒用 我就沒用 我還要拿他月錢 他們各出五千塊 一共一萬塊錢給官員會 不是給我 沒有 不是 下次你學官員會再說啊 好 會不會給我嗎 對不起 我們是同組 我們這一組怎麼會 我不知道這是命案怎麼發生 要有信心 不是每個更生人 都能再站起來嗎 你要習慣的 加油 好 請出下禮 如果女人打籃球 容易會傷膝蓋 這是跟肌力不足 還是軟骨退化有關係 請搶答 COL加瑞 肌力不足 因為我膝蓋受過傷 我前十隻斷過 我左膝前十隻斷過 打籃球斷了 哎呀 然後斷了之後 他就會一直退化 所以退化應該是 受過傷之後才開始的事情 受傷前是因為肌力不足 而造成受傷 請介紹 很合理啊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有很多啊 40歲以上的球友啊 常常在打籃球的時候 就會容易會有一些膝蓋受傷 或腳踝受傷的一個狀況 主要原因呢 就是呢 膝蓋退化還有軟骨磨損 但為什麼會有軟骨磨損的問題呢 也是因為當我們年紀漸長啊 可能會因為過度運動啊 或者是肌力不足 那你的肌肉沒有辦法做一個 很好的支撐 讓你的軟骨可能就會 長期的這樣子一直不斷的耗損 磨損久了之後呢 就會容易積水啊 甚至呢 會造成你的關節 會有更嚴重的疾病 所以這一些都是要特別注意的喔 弄了兩萬的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就 五樓之一 這麼編 五樓之一 看一下 五樓之一 五樓之一 一萬九啊 太棒了 那一部激勵大會有點效果了 來 出下一題 為祈求天氣勤朗 在戶外演出或拍攝時 常會進行燒烏龜的儀式 請問燒烏龜的由來 是有關諧音還是神話故事 請假答 朱子怡強到了 天啊 我不知道耶 糟糕了 燒烏龜 對啊 每次下雨的時候 我們就會燒烏龜 但是為什麼呢 我覺得 應該是 神話故事 三 二 龜怎麼講 什麼 你說什麼 可能是神話故事 一個我不知道的神話故事 一個他不知道的神話故事 請介紹 是諧音喔 好 其實這個相傳是張學友 在1988年的時候 為了要開演唱會的時候 希望可以有一個好天氣 所以他的團隊呢 就在紙上面畫了大太陽 然後跟很多的小烏龜 然後再把它燒掉 那諧音就是 烏雲歸去 所以呢 就不會下雨了 能夠出大太陽 剩一題 最多就是兩萬嘛 很像 有兩萬多的喔 很像 不 只有你沒機會 現在都有機會 就這樣子 解除最後一題 請問剛出生的新生兒 腳沒有膝蓋骨 還是對強光沒有眨眼的反應呢 請搶答 我阿崔被已搶到 現在他搶到等於方又欽淘汰 等於是吧 又是第三名 來 你答案是 應該是腳沒有膝蓋骨 你說他是後來才長出來的 是吧 對 因為還不會走路啊 爬的 那個叫七座八爬 那因為眼睛光小 小寶寶剛生出來的 小寶寶眼睛都是閉起來的 根本也 對 也不會用強光去照射他 因為他就彎彎的 希望你答對了 可是我女兒 我記得她很小的時候 我都覺得她好酷 她都不會眨眼睛 我覺得為什麼 妳的女兒都不會眨眼睛 屬金魚的 不會眨眼睛 不是 她很小 她在兩三個月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注意到說 她好像都不太會眨眼睛 我想說是不是什麼肌肉 還沒有發展或是怎樣 我那時候就覺得很特別 從睡醒眼睛張開來 就一整天都這樣子 她就一直眨 她不會說看妳看很久之後 累了會去眨 我兒子會眨眼啊 會啊 很小的時候 腳沒有膝蓋骨 起 接 腳 真是 太好了 好 因為呢 寶寶剛出生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爬行嘛 那為了要保護她的膝蓋 因為她長期都要這樣子爬 所以呢 其實在她 剛出生比較小的時候呢 膝蓋的部分只有軟骨組織 一直要到 講到六七個月大的時候呢 還會逐漸的慢慢硬化 變成我們後來的膝蓋骨 來 妳能不能變成新的第二名 好 請選擇 五樓之三 妳要一萬四以上 開箱 剛好出一二七千 好 也不錯 好 客家瑞 羅美玲 兩個人 進入冠軍制度賽 恭喜